覺得是感慨萬千 當然 為什麼 我要講 我都很多感慨 馬總統真的是卸任以後 就是出庭達人 一直在出庭 三百個案子 然後這個三中案 跟謝命案被起訴 那謝命案已經過去 那三中案才到一審而已 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案子最離譜的是什麼 他其實在2014年8月 就已經以查無不法被牽結 特徵組 對特徵組 可是政黨輪替之後 重辦你 我不用講別的 光這件事情 你說沒有政治意義圖在裡面 當然有 誰相信 那我也還原 那個當初不管謝命案 或是三中案去弄馬英九 那整個過程 我告訴大家 很簡單 因為馬英九在2016年 卸任的時候 那是他人生最慘的時候 整個台灣的社會 藍綠都在罵他 抱歉 綠的在追殺他就算了 連藍的什麼 藍的都覺得說 書是你造成的 很多人在對他不滿 所以那個時候 月黑風高 殺人放火最好時間 就欺負你一個老實人 然後這個時候我去追殺你是最好的時間 因為不會有人幫你喊冤 所以你看整個司法機器就那個時候動得最情 那個時候動得最情 可是現在過來 幾個最基礎的事實 第一件事沒有一毛錢流到馬英九口袋裡 第二個你今天檢方 你完全就沒有去搞清楚事業跟政黨之間的差別在什麼 不是沒有搞 故意搞不清楚 什麼搞不清楚 檢察官怎麼會搞不清楚 你要知道今天馬總統對不對 他是政黨的主席在那個時候 他基本上考慮的是整個政黨跟所謂的政治上 我們的對這政黨最有利的規劃 那個時候有廣電法有黨政經退出媒體的這個壓力在後面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可以看到我覺得那時候 那個特徵組的新聞稿講得最好 他說中式股票在市場交易量很少 交易清淡不可能賣到帳面價值 那賣足因法律限制急著脫手 因此中式股票買的價格不構成賤賣 所以他去掉了很多的脈絡 他去掉說今天這個是一個政黨 他可能的政黨的目的不是今天就純粹用商業來看 他也去掉廣電法那個背景 構成國民黨在處理黨產一個很大 因為如果我不處理 不在期限處理的話 我其實就違法了 那時候你知道北檢裡面 他有一段話去說馬英九犯罪什麼 馬英九說他意思說 你就是為了個人的民生 所以你想要實現這黨政軍退出媒體 就符合這個法律 為了追求個人的民生 所以犧牲在哪個利益啊 我真的是拜託幫幫忙 到底是賺那個錢 或是你說今天那個價值重要 還是說今天政黨 他代表說實現政治理念的這件事重要 所以搞了半天說真的 這件事情你看騷擾他多少年 那到現在才一審還他公道 抱歉還有二審還有三審 要搞下去 你光搞他就搞得不得了 那那我也要講其實現在還他公道 持癌的那個正義 你也不要講今天當初一大堆奉命追殺 也好或是自己揣摩善意追殺也好 或是胡搞蝦搞追殺也好 你檢察官一個關都升官了 他就辦出這種烏龍大案都能升官 那今天臺灣的問題在哪裡 那我來告訴你檢察官升官的情況 馬鞭九起訴以後 當時的臺北地檢署檢察長叫做邢太昭 高升高檢署檢察長 然後幾個主任檢察官 一個叫做王興建 高升高檢署檢察官 現在又回到北檢 另外一個陳中豪檢察官升任主任 檢察官 高玉仁 黃玉仁檢察官升主任檢察官 而且還貨頒一百零八年行政院 傑出公務人員獎 然後當時特徵組剛剛提到的 當時特徵組把三中萬牽結 就不起訴的檢察官叫蔡紅仁 黯然離開法務部 給你打到桃園去擔任法官 就從 打 所以民進黨賞罰分明 真的賞罰分明 立刻他而且他毫不顧慮 社會的這種這種觀感 馬英九一起訴 立刻這些幾個通通通通通通 主任檢察官 那你想檢察官能夠不不起訴馬英九嗎 不起訴被處分 起訴通通高升 他才能夠不處分嗎 那這個政治理沒有介入嗎 我講的就是就實際這些名字 在這個地方去查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是建議說 地域檢署不要再起訴了 不要再上訴了 就比照翁啟會就算了 因為你看人家那個法官判 對你檢察官起訴 都一條條辯駁 就不是這樣 他們還不服氣 我看今天地檢署還發表聲明 什麼三問四問 看起來他會把它起訴不可 而且柯建民也說 非要起訴到底 非要上訴到底等等 民進黨介入 非要上訴 對不對 我就告訴你 剛剛羅志祥講那個 檢察官那個起訴書簡直是荒腔走板 漏洞百出 他說他說廣馬英九說 因為我為了國民黨的形象 黨政軍要退出媒體 所以必須要在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號 以前我必須要三中二要解決 檢察官怎麼講 奇怪的廣電法有沒有叫你一定要退出 沒有 不退出又怎樣 不退出又沒有怎樣 也沒有說要罰你多少錢 也沒說要把你這個 沒收你的這個執照 沒有這樣講 你馬英九那麼急幹什麼 為什麼那麼急 因為你急就不能賣到好價錢 那你急什麼 這是個理由 如果馬英九當時不理廣電法 國民黨就是不肯退出三中 你認為會怎樣 你認為馬英九的形象會怎樣 國民黨的形象會怎樣 這樣的事情也能寫在起訴書裡面 知道嗎 是寫在起訴 我一放到這裡我覺得 這是在灘荒面的 另外就是羅志祥講的 為什麼要賣給余建興 為什麼賣給中國時報 因為他要中國時報報道 他提高他的形象 馬英九的形象 跟國民黨的形象不綁在一起 這黨主席 馬英九的形象 如果讓國民黨的形象會好 那這有什麼問題 就簡直那個起訴書 你看那個起訴書 從頭看後你就覺得 他就是要起訴馬英九 找各種理由 就是要起訴你 檢察官不可以這樣子 你對被被告的有利的地方 不利的地方都要寫 你什麼時候對他有利的地方寫的 通通是不利的地方 而且就鑽牛腳尖 你整個看就是故意找麻煩 故意入人於罪 就是這樣子 那麼所以我認為就是一個政治追殺 而且特徵組已經簽結了對不對 各種特徵組沒有不是亂查 特徵組都是我的例子告訴你 譬如說特徵組查我 飛碟因為我從飛碟電台來 我很多收入 尤其是從飛碟電台收入 檢察官在飛碟台慶那一天 因為我已經卸指了 不是不是董事長 張曉燕是董事長 在飛碟台慶那一天 人家正在歡天慶祝 去仗策通通交出來 就打破人家的這個慶祝 把那個飛碟仗策通交出來 搞得很尷尬你知道嗎 我自己連特徵組到地檢組 大概起碼被傳了五次以上 一次就傳幾個鐘頭在那邊傳 問巨細迷移把我的收入 把我繳稅的資料 把整個家庭的資料 把跟我有關係的資料 包括尹乃金小姐的 通通把調為什麼 因為我的製作單位 他也是那個 他把那個製作公司也查了 全部查把他的收入也查 不是只有他了 只要跟我有關的通通查 還要查資金是不是老共來的 是不到了 沒有犯罪資料 所以特徵組牽結了 地檢組再來一遍 我跟你講我被傳的時候 我講實話 我是有深深的屈辱感 我說你們這是幹什麼 上窮碧落下滑犬 這樣搞我們 然後最後起訴馬英九 然後今天法院都 我為什麼勸地檢組 不要去上訴 因為你是個仇恨上訴 政治追殺 你那個起訴書不通的 只要有腦筋的法官 都不會判馬英九有罪 這不通 你勉強欲加之罪 那除非這個法官就有立場 我就是民進黨 我不要把馬英九入罪 除非是這樣 否則只要稍微有一點邏輯感 你就看看那個起訴書 那能看嗎 那起訴書能看嗎 比如以中廣來講 說我們還欠國民黨28億沒還 那是國民黨 這是中廣的資產 是要分割以後 是要還的 誰不準 NCC不準 那你怎麼怪馬英九 NCC不準 你怎麼會去怪什麼 張哲成 汪海堅 所以法官就講 說這是NCC幾次都不準 那你怎麼怪他們 NCC準 我告訴你 NCC今天準我 明天我就還 那你怎麼怪到人家身上 這個也怪 說是讓國民黨損失潛在利益 什麼潛在利益 現在通通是黨產會在監管 損失了什麼利益 什麼利益也沒損失 就別的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這部分我知道 你全部這麼亂講 全部是在那邊羅資 這叫羅資 可以這樣子嗎 你民進黨執政可以這樣子幹嗎 叮咚